今天學學文化創業基金會的色彩團隊來到高雄市賈仙區賈仙國小進行色彩課程 還有咧 跟台灣有關係 還有呢 跟台灣的文化 色彩 對最重要的還有色彩 賈仙位於南紫仙溪上游 山岳與縱谷的自然地形 有著獨特而優美的風景樣貌 他從日劇時代就開始設班設校 他已經有一百一十三年的歷史 那但是因為經過莫拉克之後 我們學校就是這邊地區有點沒落這樣 所以我們這邊的居民社區跟我們學校 不管是在人文 在藝術 在觀光上面 都開始做很多的努力 胡魯座 就在那邊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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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這個是代表什麼顏色啊 我覺得他們再一次透過色彩去認識賈仙 還可以給他們一把鑰匙 重新開啟他們對家鄉的認識 在當地的居民 他撿到了 覺得不錯的 然後他就把它拿來捐給化石館 因為我們是全台灣唯一的海象化石館 其實它是蠻有特色的 除了在地的小朋友 他們在學習過程中 他們能夠了解自己在地的文化特色以外 他們也可以就是說 跟大家分享介紹賈仙的一些特色 他們都經常開玩笑 因為我們就三樣食物嘛 梅玉竹嘛 就他們逃避就說 吃了就 吃了就 很快樂 以前呢 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這邊就是 智能產業很發達 日本人帶進來 後來因為就是 張樹被砍伐帶進了 那大概剩下那三顆 就是移植到我們的派書所前面 這我們選了 很具代表性的那個張樹的綠色 那第五個 薑黃是這邊的新興產業 近年來很多人都種薑黃 然後 我們覺得它的顏色 非常的鮮豔 很好看 這樣呢 五眼都很不錯喔 對不對 五眼都很濕色 對 藍色少一點 就算你去年畫過 他們今年還是很永遠 因為又換了一支不一樣的薯培 聽到可以去高美館展覽 我覺得小孩真的非常有心 他們會去關注 然後去觀察 那不同創作者的一些作品 最重要反而是帶給他們一些 可能開闊的視野 因為他們平常 可能沒有什麼接觸到外界 那麼多展覽品啊 或是到高美館的機會 這是覺得最好玩的地方 學畫 畫畫 為什麼 因為我想畫畫 我的小桿的棟鼠 上面畫了太陽 因為我有一半的屏補族血統 所以在下面畫了屏補族的圖頭 畫石是在海上 因為以前台灣是在海下面 所以就會想到海草 所以我的小桿棟鼠上面就畫著海草的模樣 這是竹子 然後這是梅子 所以畫得很漂亮 然後這是芋頭 他們是甲鮮很有名的特材 我覺得如果把他們放到上面的話 就會有更多人會認識甲鮮這個地方 我們跟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合作 已經邁入第五年了 那從這五年我們其實也服務了很多的小朋友 特別是偏鄉的孩子 其中有幾次偏鄉孩子說 這是他小學第一次到高美館來 如果通過這樣的活動可以讓孩子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接觸到藝文相關的作品 然後讓他應用在生活裡面 我覺得對孩子的生命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